今天是10月6号来中欧的第六天 现在是6点45 6点半开门吃早饭 再拍一下我们这个三楼的早餐厅 因为今天大多数时间在车上 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拍的 这是我们的Holiday Inn 我的右手的话呢 是Crum Plaza两个火灯要连在一起了 我们要check out了 今天先去Holiday 在这后边这个小空屋里面上了一下洗手间 正好这个bar它后边有一个这种风车一样 我们一会去参观一个14世纪建的一个monestory 里面有一个黑色玛丽 这个呢是中欧或者是欧洲地区 比较重要的一个朝圣的地方 向右转 看到这个间吧 这就是那个修道院 这是它的主要的呢 Main entrance 它墙上贴的一些保罗的这些宣传法宗教 因为它的这个部分 密别的一块是 找到七道站的一些建筑 Ariel for Monestory Suspecting Bike Bask 照一下它这个建筑群 你看那几个 是士兵的 这块有很多人参观 这块有很多人参观 有点替光了 从这儿过来的 这被红尖杀死了 比较是德国人参观 是随便红尖坐的 刚才那个看到的Service 它有很多站 后面就是那些主教呀 服侍人员 内上有一个Otta 那个挂像呢 是一个面部 是黑色的玛丽亚 这个黑门 其实是黑玛丽祷告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 摩托塔 这里有很多大洞吗 对 我给大家寻思一下 这个都被炸了 对 这个有丑尿的一个 叫大洞 对 我们一起 看 到处都是这个 这块有这个view very nice you see the flower here 哇 它这monastery还是很大的 我们怎么把这块 从那绿房的这拐口那进了 我们刚才走太远了 这个是我们的bus 现在已经是中午12点30了 我们两个从洛杉来的 那个菲律宾的两个girl 他们丢了 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 还没有找到他们 40分钟以后 终于找到了他们 这样是干的梅子 挺好吃的 可以买回去 当作礼物 从波兰带回 现在还是在波兰 这是他们住的一些地方 喜欢拍各个有何的地方 风景都很赖 我刚才介绍了四部电影 一个是 Simperless List Simperless List的名单 还有一个是 Life is Beautiful 生活是美好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 The Boy and the Pajama 男孩有睡衣 还有一个模型是我看过的 就是钢琴家的P&L List 除了看他这边 然后还有这个 是Zain 安丑丝 这块是镜口 就这张 这是他们的镜口 我背后就是那个 大屠杀纪念馆的镜口 这一片我不能乱扎 我手打的那个地盘 是银子的 有镜门的地盘 它里边参观的东西 没有那么恐怖 除了一个就是说 有人脑骨头 他要把人脑骨头都砍下来 把囚犯毒气杀死以后 他clack人脑 他准备就是 做那个各种各样材料 比如说是那个布啊什么的 然后另外一个 还比较残忍 他讲的故事就是说 他们想研究那个 为什么 就是那个双胞胎 胎内基因啊 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眼睛 有的是蓝色的 他就做那种试验 波兰这个集中营的话 是既有集中营 又有死亡营 它跟其他欧洲的 那个集中营不一样 因为只有这里 在波兰的这个阿什瓦斯 执行死刑 它呢 有几种 就是说死亡的方式 一个就是说是心脏注射 直接往心脏注射死 另外一话呢 就是说是 给他们放到毒气室 那么人的话 在十几分钟到二十几分钟 的话就会被毒气弄死 弄完了以后 他们就会给火化 他们有一火化的罐 就是在火化之前 他会把人脑给割下来 反正非常残忍了 他对这个集中营里面 那个想逃走的逃犯呢 格外有惩罚 那么主要就是说是给吊死 当着所有的那个监狱里的那个prisoner 囚犯给吊死 据说这里面呢 有七百多人呢 试图逃跑 但是呢 只有两百人成功 有四百人呢 被抓到 那么另外那个圣洁的一百人的话 不知道去想 还看到了一些鞋子 就是犹太人的鞋子 跟犹太人的 拿的手提箱 犹太人戴的小眼镜 这都是他们死之前的话 就是让他们 那个就是脱下来 留下来 这是最后战后 这是发现的 当时这些囚犯呢 被送到阿什伯 在这个集中营 他们有些人都是死刑犯 就一到这儿 就是马上是被处决的 这些被处决的人呢 他们来到这集中营 他们被骗说 你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就是说他们还挺有希望 然后说 让他们你们去洗澡 去洗干净的 然后他们就是到了一个 那个房间 那个房间呢 他们就把衣服 所有身上的东西都给脱光了 不完以后 他们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 然后他们就到了 另外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就是毒气室 毒气室十几分钟呢 被毒死以后呢 他们身上的珠宝 还有那个头骨牙齿 都被敲掉和割掉 然后呢 就给他们送进了 那个火化的炉子 火化成灰 真的是非常残忍 刚才说的惩罚 除了心脏注射 还有毒气室 还有一个的话 那就是把那个活人 弄在那个90厘米 乘90厘米那个cell里面 让他站着一夜都不能睡觉 但他呆了一夜 他第二天还得工作 这样折磨几天的话 那个人也就会被给折磨死 还有就是饿死他 一个饿死他 一个战俘不睡觉 然后还要去工作 另外呢 就是说是心脏 一个注射 这个有的那种 一个小楼里面 它会厚的上千 或者甚至更多的 那个球 所以它 就是很康派的 所以这是集中营 因为他们没有地方 实现这些 而这个 奥斯瑞的这个集中营 是1940年开始建的吧 这里的集中营有好多人吧 都是很惨 他们就说是在这个集中营 这个解放以后 之前就死了 只有一小部分 才 集中营解放以后才存活 我们还进了一个 它的那个方块的空地 然后它有一个墙 那个就是叫做射击墙 那些人呢 面对那个墙 直接就是被枪决 那个是 它是原始的 另外它也说了一些 这些狱卒的生活状况 很差 他们呢 一般就是说 只有一小块面包 是250克吧 然后另外的话呢 他们只有一勺的那个 cheese 然后这个面包 还要让他们掰成两半 一个晚上吃 另外一个就留到早晨 但是很多人的话呢 一发了这面包全吃 吃完以后 根本吃不饱 他们就是哭 就是说是很饿嘛 然后 就是非常的饿 就是根本不够吃 说为什么要把那个 集中营死亡营 建在波兰 因为波兰呢 基本上是处在 那个欧洲的中部 它的那个火车呢 还是斯通巴达 所以呢 从欧洲各地来的 那个犹太人 或一些纳粹 辅货的战俘也好 还有就是他们认为的 死刑犯 囚犯也好呢 很容易呢 运到这里来 那波兰的话呢 应该是死刑 它是那个唯一 那个就是执行 死刑的一个集中营 因为其他欧洲 好多集中营的话 只是官人 并不是执行死刑 波兰是一个犹太人 聚居的地步 大概有350万个犹太人 然后在这个集中营的话呢 就被杀死了 大概110万还是150万 他们这集中营的话 分主要是三块 一个叫奥斯威斯 一 奥斯威斯 二 奥斯威斯 奥斯威斯 一呢相对小一些 那么奥斯威斯 那其他那两个 相比较大 可能是二比较大吧 他就说 那个建的那个小楼房更多 关押的人更多 所以刚才看的那个呢 就奥斯威斯 实际上是我们 是翻译成奥斯维辛 或者奥斯 奥修维辛对指的这个 它这个呢 是在波兰南部 一个第二大城市 克拉克尔夫附近 修建的这么一个 集中营 或者是灭绝营 他这里死了 110万的犹太人 是估计的 那么他是 1940年 大概是4月份吧 是那个 就是德国的那个 叫做什么 海姆莱 相邻修建的 那么他那个 1945年 1月的时候 被苏联红军给占领 之后1947年 波兰的国会 通过 把这里建成了一个 大屠杀的纪念馆 刚才说 就说1979年 被世界教科文组织 列入 把这个奥斯维辛 集中营这一块地方 和他的这个 大屠杀古馆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记录了 德国纳粹 种族灭绝 残忍 那个杀人 做人体试验 屠杀了大批人 据说他的那个 挖掘处的人骨 都超过了10吨 说这是他这个 种族灭绝 和这种可恶 罪行的 一个见证 当时这个词 奥斯维辛 集中营 就是说是 德国纳粹 他的叫做 最亲近的 卫队的领导人 西姆埃 下令 修建 是在1940年 4月27号 他们的主要目的的话 就是有西方的 屠杀 犹太人 就是说是他们 就是说所讲的 最终找到了一个 对犹太人的解决办法 现在又跟着导游 有进入另外一个地方 是不是有另外一个 集中营吗 我们现在是在 他那层 那个叫 比尔肯奈尔的 这集中营 这集中营比 那个大多了 他有300的 300的 肯达纳 也就是说是 他们就是 关那个 朱瑞士 关这些 prisoner的地方 刚才看的 第一个集中 只有28个斗 他这块呢 相比于 那个一号 一号只有一个 就是那个火化厂吧 这块他建了 四个吧 好像是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他的那个 这些prisoner 在这儿的 生活条件 刚才说 在1943年的话 这个地方呢 一下就运来了 10万个 那个被 递解过来的 这个 囚犯 就是你可想 这个集中营 就是说是 抓了多少人 当然你说 在网上这些 信息也可以查到 但是你真的 切身的来到这里 特别不同的感觉 那个居住条件 也是很恶劣 那么多人住在 这个集中营的房间里 好像说是三个人 要share 只有一件衣服 而且波兰的冬天 非常好 通常是零下 20到25度 风啊 雪啊 雨啊 全都会进到 屋子里面 另外的话 他们有很多很多人 才有一个 那个 而且他们那个 就是上洗手间啊 什么尿 什么那种东西的话 全都是 引起那个疾病 他的那个食品和水的话 只给那些劳力提供 而那些不工作的人的话呢 他们就基本上 都不给食品和水 所以有些人还没等到 那个去进毒气室的话 就已经饿死了 所以他们管那个 是叫做死亡之音 叫做 Deer Canal这个集中营条件 比那个一号 Houseways一号更恶劣 因为那个是 二战前 是为了 波兰的士兵舰的 所以条件稍微好一些 但是这个呢 是在 二战战争期间 就是纳粹为了 获得更多的space 是由这个 监狱的犯人 他们舰的 所以条件非常恶劣 刚才我 他讲点的时候 当然我 就是我不能 边拍照边说 他就弄了 好多毛坑 就是那个 狱卒的话呢 一天只能上两次 巴子龙洗手间 早晨工作之前 上一次 晚上睡到两个时候 上一次 那么其他时间 都要上这公共的 所以这公共的 你看他那一个坑 挨着一个坑 排得很满 根本没有 个人的隐私 大家都光着 当然去上厕所 然后这个 如果这个洗手间 这个厕所里的 那个屎分的 尿全满的话呢 那么由狱卒来 他们自己来清理 通常都是用 筒 把这个屎和尿 给弄出来 1945年 1月27号的话 苏联红军呢 占领了这个地方 解放了这里的 所有的狱卒 其中有一个 特别著名的狱卒 他后来成为了 这威斯康比尔可纳尔 集中 种族灭绝营的 Museum的 director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那么他活到了 2012年吧 活了91岁 那么他死的那一天 刚好就是说是 他被 从集中营 解放出来的 那他从集中营 解放出来的日期 刚好他是 1912年 也是1月27号 所以很神奇 他们呢 就是在 这一天的话呢 就是庆祝 他们这些狱卒呢 被 就是说是从 那个纳粹的集中营里 给解救出来的 日期 但中结束 才两年后呢 波兰那个 就是说决定 主要是由这些 幸存者 他们组织的 把这里建成了 那个 就是一个 大屠杀的一个 这些狱卜 好像是说 大约有7000的人 在1945年 1月的话 被从集中营 解放出来 因为那两个人 中间的迟到 所以我们本来 应该是6点半 回到旅馆 吃旅馆免费的 晚餐 是韩的 直到现在 我们就会7点半 再到旅馆 现在都7点40多了 我估计我们是在这儿吃晚饭 现在他们在等于 奔的钥匙 这是我们在 波兰库口 这个城市的旅馆 我是在 4层406 我感觉这个呢 它就是那个 IBS那个连锁店 可是呢 我更喜欢在华沙的 这个呢 也还是很干净 就是太plain了 没有什么特色 这includer的餐的话 就是喜欢那个 tomato soup 有点面条 这个是猪肉 好像是猪肉面 这是酸菜 pickle pickle with some 好 比辣椒